可能因為是大火把電路燒斷 整棟樓停電導致鐵門打不開 過不久之後呢 濃煙就開始冒出來 由於整棟百貨大樓是老舊的密閉式設計 所以很難從外面撲面火勢 最後就變成了整棟樓在悶燒 消防隊雖然設法搶救 但火場的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水壓呢又不夠 小牛 歡迎收看小牛講正經 我呢 作為一個高雄人 如果要約朋友逛街聚餐 現在大家的首選呢 如果在北高雄大概就是 巨蛋或者是瑞峰夜市 南高雄呢 以前是去三多商圈 現在呢 選擇多很多了 可以去柏爾也可以到夢師帶 而且搭青軌呢 通通都可以到 但大家知道啊 30年前1990年代之前的高雄人 都去哪裡逛街嗎 答案就是新絕江商圈 旁邊的大同百貨 如果是2000年後才出生的高雄小孩呢 肯定很難想像 這棟只有四層樓高的建築物 怎麼會是全高雄市最熱鬧的地方呢 事實上呢 這棟建築物過去樓高有九層樓 而且建築物頂端的正中間呢 還掛著大大的P字 還有兩座可以看到外面景色的透明電梯 樓頂呢 還有遊樂設施 如果現在隨機問高雄的路人 知不知道大同百貨 只要是年長一輩的 肯定都非常有印象 這棟曾經是全高雄市最熱鬧 最賺錢的百貨公司 他的老闆在高雄可以說是赫赫有名啊 不只是經營過非常多不同類型的賣場 擁有非常多比不動產 大家現在最愛逛的Costco 我都念Costco 就是他們引進台灣經營的 曾經他們就是百貨業的難霸天啊 今天我們要來講講大同百貨的故事 以及經營大同百貨的無視家族 如何在高雄這一塊本來被稱作是商業沙漠的地方 建立起它的百貨王朝呢 在我們說故事之前呢 講到百貨公司 大家應該都是去那邊Shopping 現在呢 有什麼好東西 不用到百貨公司就可以買得到呢 嘿嘿 沒錯 乾爹終於來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德國Emma床墊 沒想到我長成這樣 還有廠商願意來找我業配啊 沒想到我們竟然能夠獲得德國Emma的青睞啊 等級直接提升到跟他們的代言人Ella一樣 真的是謝謝謝謝謝謝 德國Emma床墊是歐洲銷售量第一的床墊品牌 全球累積銷售超過700萬張 還獲得75項以上的國際獎項肯定 等於說你不用再挑品牌了 買一張床墊就有這麼多人幫你背書了 而且現在還有100天免費試睡 全台免運幫你送到家 不滿意還可以全額退費 就是看準你們這些人會衝動消費啊 讓你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 把德國Emma床墊加入到你的購物清單 好的我們終於收到德國Emma床墊寄來的 植墨烯黑鑽床墊 這是雙人床組 有兩顆黑鑽石寄一枕 還有一套涼爽竹纖維兩倍 我們原本以為床墊送來會很龐大 結果其實實際上你看 送來的大小大概就是這麼大 因為它裡面是採取所謂的真空包裝 它把整個的體積輸到最小 讓你很方便的可以領取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把它打開來看 到底裡面長什麼樣子 有看到嗎這邊一打開就有這個QR Code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安裝的話呢 只要掃QR Code 它就會教你怎麼安裝 塑膠套外面呢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塑膠刀片 拿這個刮開它的包裝 就不會怕傷到原本的這個床墊 現在直接就用這個刀片 把它的床墊給割開 唉唷有沒有聽到 那個氣體的聲音 開始膨脹 它開始膨脹 它開始在膨脹 等一下 看到了沒有看到了沒有 大家看到了嗎 海綿體不到30秒就膨脹起來了各位 我們的德國A馬床墊不到30秒之內呢 就膨脹成一張完整的床墊了 這一次的套裝方案呢 是包含我們的這個石墨溪黑鑽床墊 還有我們的黑鑽石記憶枕 以及我們的祖先涼爽涼背 把所有的床墊的組合都開箱完整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試睡兩個禮拜 再來跟大家分享試睡的心得 到底是怎麼樣 兩個禮拜之後見 等一下 只有你睡是不是不太準 會很被你睡嗎 當然有啊 你不要瞧不起肥齋好嗎 不要吵我了 好啦 不要被換那麼多 好帥囉 記得幫我關燈 謝謝 好了 睡了A馬兩個禮拜之後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剛剛說你睡了誰 我是說 我睡了德國A馬床墊兩個禮拜 我還跟女主人一起睡 不要那麼急著開車 我們睡了德國A馬床墊兩個禮拜之後呢 我的心得就是 欸靠 這床墊太穩了吧 其實呢 我個人體重是三位數 不過呢 躺在這個床墊的心得是呢 我覺得這就是獨立桶的唯一 整個非常有支撐度 再加上呢 我是一個睡覺非常容易翻身的人 然後女主人又淺眠 所以以前只要我一翻身呢 她就會被我吵醒 但是自從睡了德國A馬床墊之後呢 獨立桶在家記憶眠的六層混合設計 我怎麼辦 她怎麼睡 睡得跟豬一樣 再加上她整個的設計是符合人體工序 所以以前呢 我們睡覺睡起來 常常會睡到腰痠背痛 還要去抹痠痛藥膏 自從換了黑鑽石床墊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這種困擾 然後呢 夏天很熱 但是呢 我們現在躺在這一款石墨溪黑鑽床墊上面呢 我必須要說不誇張 你只要穿少一點 或是不穿 等一下 觀眾有沒有想要知道這麼多 啊 不管啦 反正呢 你只要躺在這個床上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真的是非常涼 有時候晚上連冷氣都可以不用開 你看它的那個第一層的記憶棉裡面 它就有那個黑色的點點 那個就是所謂的石墨溪的成分 它可以有效吸收你的體熱 跟一般的記憶棉相比呢 透氣程度增加了40% 溫度調節效果增加了23% 這一顆黑鑽石記憶者 我必須要說我本身是習慣睡硬的枕頭 如果大飯店呢 軟的跟硬的枕頭讓你挑 我都一定挑硬的 那我必須要說它的這個枕頭呢 支撐度非常的夠 而且我非常的喜歡 重點是呢 你要知道說 它的枕頭還可以調整高度喔 你把這個枕頭套拆開來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呢 有三層內裡 如果你覺得太高或太低 它可以調整枕頭的高度跟軟硬度 然後大家有看到嗎 黑黑的這一層 傳說中的石墨溪棉層 它可以透氣 然後還可以增加涼感度 然後就是這一套竹纖維涼背 它是有100%的竹纖維所製成的 自帶抗菌效果 而且它的內裡的 非常輕盈 夏天蓋這一件 真的是非常涼 蓋筆不蓋還XXX 而且大家知道最方便的是什麼 這一整套 包含枕頭套 包含涼背 床墊的外層套 通通都可以丟去食衣機來洗 好了 這是我們正式復更影片之後的 第一組乾爹 所以我們誠意滿滿的介紹了這麼多 大家現在應該非常有興趣 準備要去手刀下訂了 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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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要跟大家說 我廠商真的太有誠意了 現在官網正在做下機促銷 最低55折 但你只要輸入我的折扣碼 AMDY KO 官網現在的促銷價 再打九折 打折 打到骨折了啦 現在趕快點選下方說明欄連結 下方說明欄連結 趕快幫你自己 幫你爸媽 幫你阿公阿嬤 幫你的女朋友 換一張超棒的床墊 就是德國A馬床墊 我們競爭片 回來講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大同百貨 這張百貨公司呢 是在1975年10月6號正式開幕 當時呢 號稱是 東南亞規模最大的百貨公司 事實上呢 在那個年代 台灣的商業活動多半集中在北部 高雄市甚至還沒有升格成為直轄市 所以被外界稱作是商業沙漠 當時呢 這棟高聳的建築物 在一片矮樓房中長出來 而且地點還不是選在那個時候 商業機能最好的延程區 所以很多人呢 其實最初是不看好的 不過為了做出市場的區隔 大同百貨也藉著當時美元 引進了來自美國的顧問團 這些顧問呢 都是從美國知名連鎖百貨 都退休下來的專家 他們建立了一套模式 確立了現代化百貨經營管理的SOP 同時呢 大同的大老闆 過去也曾經在日本的 伊斯丹百貨當過工友 也同樣熟悉日本的百貨業 如何要求服務品質 後來呢 也引進了日本的顧問 指導大同百貨的員工服務細節 這一點其實很重要 因為台灣人過去開店賣東西就是大堆頭 不重視門面也沒有成本管理的概念 反正買賣就是贏貨兩氣嘛 但是失誠每日的大同百貨 引進了美國的企業管理制度 日本的高品質服務 同樣的商品拿到一般的市場攤販上面賣 跟在大同百貨上面賣呢 價值直接三級跳 這讓大同百貨一開幕呢 因為比其他商場的購物環境更明亮更整潔更舒適 還有齊全的商品品項 在南台灣也成功打響了第一炮 那當然大同百貨最吸引人的 還有位在中山路五福路三角窗的兩座透明電梯 我記得小時候在高雄 壓根沒有看過這種可以看到外面風景的電梯 所以這兩座電梯每次只要去搭 都一定是大排長龍 只要能夠擠進去電梯 一定都要到窗邊去看中山路跟五福路的車水馬龍 我記得那個時候大統電梯動的蠻快的 很像自由落體的感覺 搭起來呢真的爽 然後頂樓呢還有兒童樂園 雲霄飛車啦旋轉木馬啦 這裡難怪週末假日一到 很多高雄人都會帶著全家大小一起湧進大同百貨 因為吃喝玩樂呢一次就可以解決 剛剛有提到創辦大同集團的人呢 叫做吳耀廷 1926年呢在台南出生 小學畢業之後呢就跟著他的老爸一起當水泥工 過著貧困的日子 而對吳耀廷來說呢 17歲那一年是他人生的轉類點 當年他一領到薪水 馬上就跑去位在高雄沿城的基金百貨 要買一面鏡子送給他的母親 結果他開口跟女店員詢問售價的時候呢 女店員卻瞧不起他這個小毛頭 上下打量了吳耀廷之後呢 冷冷的對他哼了一聲 這一杯看扁讓吳耀廷難過到掉眼淚啊 他也立志發誓 以後一定要在高雄成立一家規模最大 服務最好的百貨公司 就這樣吳耀廷成年之後呢 先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租專櫃賣毛線 慢慢存了第一桶金 買下了位在延城區的一塊土地 然後跑到日本 親身體驗百貨業的運作 回國之後呢 他就在延城區的這塊土地上 創立了大興百貨 裡面呢還安裝了全台灣第一部電幅梯 當時很多人沒有看過這種會走路的樓梯啊 所以吸引了全台灣非常多人跑來朝聖 由大興百貨創下了亮眼的營收 這也是整個大同集團的起給處 吳耀廷對於市場的眼光呢 非常精準 大興百貨成功之後呢 他又在愛河附近向中一塊土地 用當年少見的鋼鼓結構 蓋了一棟國際大飯店 也就是當時的華王飯店 同時呢 他也在屏東設立 占地20萬坪的大興畜牧場 跨足畜產業 接著呢 就是位在高雄市中心的大同百貨 以及後來在不遠處新蓋的大力百貨 這些投資呢 在當下常常被質疑 但事後都證實 吳耀廷確實很有市場眼光 難怪他當年敢發下好雨 說他店開在哪邊 人潮就到哪邊 這棟東南亞最大的大同百貨開幕之後呢 因為生意新隆 所以樹大招風 1982年9月呢 先是有人寫信給吳耀廷 恐嚇勒索500萬元 到了10月呢 更扯 有人直接放炸彈在6樓的珠寶專� 當櫃台小姐發現塑膠袋裡面 裝的是炸彈的時候呢 炸彈就引爆了 直接炸死兩名專櫃店員 嫌犯呢也在一個月之後落網 他承認呢就是要不擇手段大撈一票 所以早上當時全高雄業績最好的大同百貨來下手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戒嚴時期呢 警備總部也速審速決 就在炸彈客落網之後的一個月 他馬上就被依軍法判決死刑定驗 就被槍決伏法 另外就是頂樓的遊樂園 在1989年呢也發生過斷頭的意外事件 一個民眾乘坐飛毛毯的設施 因為沒有確實拉下固定身體的安全感 結果遊樂設施一啟動呢 馬上被甩飛出去 被轉軸夾住頭鯉 當場呢就往生了 不過雖然有這些意外事故 但大同百貨的業績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1990年代開始 在地的兼煤百貨 紅總百貨陸續開幕 以及全台灣連鎖的星光三越 遠東百貨都陸續在高雄開新店 準備要分食大同百貨的市場 但大同跟大力兩間百貨公司聯手之下呢 營業額還是穩坐高雄百貨業的龍頭寶座 根據1994年的天下雜誌報導 前一年呢也就是1993年 光是大同加上大力兩間百貨的營業額 就高達123億元 直逼遠東百貨全台灣11間分店的家總 就這樣呢大同百貨順風順水 到了1995年的10月30號 凌晨的一把火呢 一夕之間燒光了大同30年的心血 高雄市區最著名的大同百貨公司 清晨5點43分突然傳出火警 整棟大樓在轉眼間就陷入一片火海當中 根據當時在大同百貨職業班的保全說法 凌晨5點40分的時候呢 6樓的火警警示燈響起來了 他本來想要進去查看 但可能因為是大火把電路燒斷 整棟樓停電導致鐵門打不開 過不久之後呢濃煙就開始冒出來 由於整棟百貨大樓是老舊的密閉式設計 所以很難從外面撲滅火勢 最後就變成了整棟樓在悶燒 消防隊雖然設法搶救 但火場的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水壓呢又不夠 最後總共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才把火勢撲滅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這座高雄市的地標就這樣燒得金光 損失呢上看數十億元 那個時候呢我記得我在念小學 大同百貨在燒的時候呢 只要爬到相對高處去看 幾乎都看得到那邊冒出的黑煙 現場呢有很多民眾在對面的中山體育場圍觀 不過從新聞的畫面中呢可以感覺得到 大家幾乎都是邊看邊探視 感嘆這一棟高雄人的共同回憶 就這樣氣了了 實在有夠沒辦法 大同百貨被火燒之後呢 到底是該全部打掉重建 還是直接就原本的建築物來修繕 這個爭論呢持續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這個爭論讓大同變成了廢墟 荒廢在市中心超過十年 大同方面呢當時在火災之後 找來了建築師跟土木祭司公會來鑑定 結論是呢結構體沒有安全上的疑慮 整修之後呢就可以重新營業 但是高雄市政府方面則是認為呢 大同百貨經過了超過20個小時的悶燒 鋼骨結構可能碳化 水泥呢也可能受損 再加上台灣地震頻繁 百貨公司又是公共場所 應該要拆除重建比較保險 大同呢想要用整修的 高雄市政府不敢幫他們背書 希望他們拆除重建 兩邊的說法完全都不容 最後呢大同集團也等不及了 決定另起爐灶 把位在文化中心商圈三角窗土地 上面的大同超市給拆掉 直接興建一棟全新的大同百貨和平店 這棟新的大同百貨在1999年落成完工 由於這棟大同百貨落成之後呢 初期的業績非常好 導致舊大同百貨的問題呢 相對之下變得沒有那麼急迫 就這樣直接放在那邊變成廢墟 頂多只剩下外牆 還有作為廣告看板的功能 而一直到了大同集團準備要把 原本大力百貨的停車場土地 改建成為大力精品百貨 在改建期間缺乏停車空間的情況之下呢 大同集團才決定要重啟舊大同百貨的修繕計畫 把原本9層樓高的建築物呢 拆掉5層樓只剩下4層 其中12樓呢 則是規劃成為女性商場 34樓呢則是作為停車場使用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市政府也要求在結構安全上 必須要經過學術單位的嚴格審查 才能夠啟動改建計畫 後來完工之後呢 這裡也定名為大同262 外牆呢改走粉色系 希望能夠吸引女性客群前來消費 而就在大力精品百貨落成之後呢 停車問題解決了 結果大同百貨又再一次修繕 這一次呢則是改走美食路線 找來燒烤火鍋餐廳進駐 同時也再度更名為大同五福店 變成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樣態 只是隨著舊大同百貨的火災 後期的荒廢 以及商圈的轉移 周邊的新絕疆和元素商圈呢 也都走向沒落 跟過去比起來呢 舊大同也失去了高雄地標的重要性 變成一個尋常的美食中心 而講到大同百貨無家 不只是昔日南部百貨業的霸主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這幾年下來在台灣擁有400萬會員 大家都愛逛的Costco好事多 就是他們引進台灣的 當時呢大同創辦人吳耀廷 他的二房兒子吳振華留學美國 在求學過程中呢 結識了美國Price Club量販店的高層 不但後來引進了Price Club的品牌 在大同集團的超市販售 還邀請他們來台灣開設量販店 後來呢Costco跟Price Club合併 大同集團也跟他們共同合資 成立了台灣好事多公司 把Costco這個品牌呢引進台灣 這也是為什麼1997年 全台灣第一家Costco 會是落腳在高雄 而不是在台北 我記得小時候班上開同學會的時候 爸媽三捕食都會外帶Costco的披薩 到學校請同學吃啊 同學第一次看到Size這麼大的披薩 都驚呆了啊 當下呢內心都會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 對我就中二了 Costco呢可以說是大同集團 在舊大同百貨燒毀之後呢 集團的經濟母啊 不只是跨越濁水溪 分店一家一家開 年移收更是超過千億元 這讓美國母公司開始新養 希望能夠100%掌控這支經濟啊 就在2022年美國Costco 收購了台灣大同集團 持有的台灣好事多45%的股權 完全掌控台灣好事多 大同無家呢也因此現賺現金超過300億元台幣 而大同無家跟高雄知名的成家呢 可以說都是高雄市的帝王啊 光是大力百貨舊大同百貨跟大同百貨和平店 三筆土地跟建物家總呢 市值就來到111億元 此外呢在屏東占地廣闊的畜牧業 還有在恆春開闢的高爾夫球場土地 通通都是家族的資產之一啊 不過呢大同無家的行事作風呢 非常低調 所以外界根本猜不透他們到底有多少筆土地 根據周刊王報導 無家現在最大的利益來源 就是收租跟出售土地 根據曾經跟無家接觸的人形容 無家非常低調節儉的在過日子 開的車也不是什麼雙B名車 幾乎呢不會出現在檯面上 所有事情呢都交給專業經理人 因為他們光是賣一塊地 就可以足以養活全家10多年 所以呢好好低調過生活就好 對1990年之前出生的高雄人來說呢 大同百貨真的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尤其是大同百貨的紙袋 應該是每個高雄人家庭都會出現的名物了吧 除此之外呢大同的透明電梯 頂樓的遊樂場 美食街的草米粉跟豬血湯 甚至是隔壁的麥當勞 對面的中山體育場 還有新絕江商圈跟那個OpenMTV 每一個地方呢真的都充滿回憶啊 我先聲明喔 我個人真的沒有去過MTV 我是乖小孩 小時候交不到女朋友 在此呢特別聲明 而且呢就連鬼故事 都跟大同百貨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當時就一度盛傳 被燒個金光的大同百貨樓頂了 曾經出現過幽靈飛船 而這台幽靈飛船呢 不只是停靠在大同百貨 還停在全台灣非常多發生事故 發生火警的地點 這樣的故事呢現在上網Google還找得到 不過呢這不是我們頻道的重點 只是現在想起來呢 還是覺得很惋惜啊 如果大同集團當時下定決心 直接打掉重建 現在這裡呢還會不會走向沒落呢 但可惜沒有如果啊 從現在的商場經營角度來看呢 就大同這個地方的腹地不夠大 如果現在要在原地再蓋一棟完整的大同百貨 恐怕也很難跟其他更大店家更齊全的 Shopping Mall來比拼 這個地方的繁華 應該只剩下腦海中的記憶了吧 你是高雄人嗎 你曾經跟我一樣 逛過當年的舊大同百貨嗎 你怎麼看這個昔日的高雄地標 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記憶 又怎麼看大同無家的低調致富呢 不管你的想法是什麼 都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請記得訂個月 按個讚 留個言 分享 開啟個小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臉書跟翠 不喜歡我的朋友呢 也感謝你看到這邊 這裡是小劉蔣正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Bye Bye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嗎